关于大运河的开招的评价 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人认为开招大运河非常的好 有的人认为非常的不好 有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大运河的开招 导致中央将权力升到了江南地区 江南的财富就变成了中央政府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 这样一个蓄水池 所以有人写诗 东南四十三州地 取尽止高是此河 那么也有人认为 这条大运河修得非常的好 所以也写诗 尽到水王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电龙舟市 共语弄宫不较多 谁让你只是开招这个大运河 太着急了 如果慢一点缓一点 那么水扬帝的功劳简直是可以和大禹治水 相提并论 继承水朝的唐朝仍然是定都西安 但是它也没有很好的解决 从西安到洛阳之境运粮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史书上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唐朝的皇帝经常往洛阳跑 当时针对这种现象 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旧食 所谓的旧食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 皇帝带着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 浩浩荡荡地开到洛阳去 在那儿吃 在那儿住 就是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 唐高中在位27年 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洛阳旧食 武则天他的妻子 在位20年 出了两年在长安 其余的18年都是在洛阳 唐中中的时候 有一年 关中发生了大的饥荒 所以长安的粮食供给 出现了一个困难的局面 有大臣就给唐中中建议 说不说 说我们能不能够迁都到洛阳去 唐中中非常生气 说岂有竹粮天子在 就哪有跟着饭跑的皇帝 加以反对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可以看一下 他自己的父亲唐高中 他自己的母亲 武则天 就是典型的竹粮天子 安史之乱之后 天下大乱 藩正割据 南方的运道 经常地述到一个阻隔 所以朝粮不是经常能够 很方便地运过来 唐德中时期 由于朝粮没有运道 唐德中的禁军 神侧军 发生了滑变 造反 结果江南的寒谎 送来了粮食 唐德中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急忙跑到东宫 告诉他的太子说 米以至闪 五父子得生意 粮食已经运到陕西了 我们父子娘又能活下来了 然后取酒庆贺 同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神侧君 神侧君听到之后 三呼万岁 由此可见 这条大运河 对于唐朝的政权 有多么重要的一个意义 所以我们也说 圣唐气象 很大的一半的宫岛 应该归功于 隋阳堤所开枣的 这个大运河 这条大运河 对于唐朝的政权 非常重要的一半的宫岛 领导